火力军在往期的视频里介绍了许多英美德等传统军事强国的装甲车辆 今天为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将目光转移到东亚地区 众所周知 东亚地区国家的军事实力一个比一个恐怖 日韩朝外加台湾地区 其火力密集度比西欧还要强盛不少 这次火力军为大家介绍的是东亚怪物房里的韩国 韩国KIR KIFV步兵战车 说起韩国的装备的步兵战车自然要提到朝鲜 毕竟朝鲜可是天天惦记着 万炮齐发摧毁首尔 目前朝鲜装备的步兵战车主要是前苏联制造的 PT-85两栖坦克的各种魔改型号 以及俄罗斯的BTR-80A的魔改版 这两款都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产物 放到现在可以说是老旧不堪 而韩国的KIFV步兵战车与之相比 则无疑是先进的多 该款步兵战车在美国AIFV步兵战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由韩国大宇重工业有限公司投资生产 既然是AIFV步兵战车的改进型 自然是各项性能都有所加强 特别是在机动性方面 大宇公司在研制过程中大量采用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部件 比如英国阿尔布板材公司的铝装甲 德国MAN公司的柴油机 以及英国的T300业力机械传动系统 该车车体采用铝合金焊接结构 驾驶员位于车体左侧 前面有四个M27骤肩前望镜 中间的一个可换成被动式夜间驾驶仪 车长在驾驶员的后面 有五个前望镜 其中四个为标准M17骤肩前望镜 在车长右侧有一个能旋转360度的指挥塔 塔内安装一挺带防护盾的12.7毫米M2HB机枪 并且指挥塔两侧与后部也有装甲防护 此外还有数个能保证车长进行环视观察的前望镜 在车长位置上的辅助武器为一挺7.62毫米M60机枪 KIFV步兵战车的车体和炮塔 除采用焊接结构的铝合金和钢装甲外 还大量采用了先进的硅基陶瓷复合装甲 能够有效防御155毫米高爆弹的破片 和14.5毫米无心装甲弹的直接攻击 韩国国防开发局还为该款步兵战车 开发了三级模块化装甲 车辆可根据乘携情况 或装甲技术的发展升级或更换装甲 目前已经完成A级和B级装甲研制 而防护性能最好的C级装甲 因需要以色列拉法尔公司的技术援助而推迟面试 为提高作战生存能力 韩国三星公司还为KIFV步兵战车 研制了激光雷达报警系统 可大大降低被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攻击的概率 激光雷达报警系统能探测激光和雷达的照射 并确定照射员的类型和方向及时向成员报警 加装有防护的探测器装在炮塔上的围杆顶端 在紧急情况时能很快降至水平位置 可通过报警装置发出可视和声响报警指示 KIFV步兵战车的炮塔两侧 各装有三具烟幕弹发射器 当车辆被激光照射后 激光雷达报警系统能以自动 半自动和手动方式发射烟幕弹 在自动发射模式下 车辆被激光照射后 启动烟幕弹的时间延迟为5秒 该款步兵战车在传动系统方面 采用英国的T300液力机械传动系统 有4个前进挡及2个倒挡 并利用液压驱动和操纵杆操纵 在车体两侧各有5个负重轮及2个拖带轮 悬挂装置采用扭杆弹弹簧 但KIFV步兵战车在火力方面 由于只有两挺机枪 其火力输出已经远蓄于当前主流装备 主炮的步兵战车 并且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装甲车辆的防护力都在增强 步兵战车要想有效对付未来战场上的装甲目标 就必须增强火力 特别是看到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9式步兵战车 安装了35毫米机炮和重型反坦克导弹 不甘落后的韩国人于21世纪初 研发了新型K21步兵战车 其标准的武器配备是40毫米主炮 7.62毫米机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在火力输出上已经与西方步兵战车并驾驱 主炮为一门韩国引进专利生产的 瑞典伯夫斯公司的4070B型40毫米机炮 该主炮与瑞典的CV90步兵战车配置一致 但炮口消炎器从原来的喇叭型改为多缝式场管型 该炮为双弩弓弹 最大射程3000米 可单发点射或连发射击 射速高达每分钟300发 可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最新型的空爆弹 前者可以有效打击重装甲车辆 后者用于打击步兵和反坦克小组 配备可编程的引信 弹体内装圆柱形乌合金子弹 子弹由小型装药抛洒在目标上空爆炸 以获得最佳的杀伤效果 炮塔顶部安装有一艇7.62毫米遥控机枪 主炮与机枪的弹药放置在炮塔尾舱 共200发40毫米弹药以及500发7.62毫米弹用弹 其他弹药则储存在车体内与在原舱隔离 除主炮外其威力最大的武器 是瑞典伯夫斯防务公司提供的比尔弓顶反坦克导弹 系统全重36公斤 导弹重10.7公斤 其弹长900毫米 弹径150毫米 炮塔的两侧安装各一枚 该导弹采用独特的战斗布 飞行路线保持在瞄准线上方1米高度 能对坦克顶部实施攻击 破甲厚度800毫米 射程150至2000米 该款步兵战车装有采用目标距离 和相对速度自动测量技术的综合火控系统 包括车掌独立周式热相仪 炮掌热相仪和激光测距仪等 炮掌热相仪与车掌的双目观察镜相连 是观察到的图像与车掌共享 车掌和炮掌都有相同的火控系统控制面板 及控制按钮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使车掌能够越过炮掌进行射击 从而使其拥有与先进主战坦克相同的列尖能力 其火炮的抚养射击和炮塔旋转 靠按动按钮便可实现 而不像从前那样费力地去搬动操纵手柄 该款步兵战车与邻国朝鲜的相比 其速度和越野性能都玩爆对手 发动机采用从德国进口的双涡轮增压柴油机 在转速为2300转的时候功率可以达到750马力 以该车25吨的战斗权重计算 其单位功率高达每吨30马力 这个指标在步兵战车家族中几乎无人能及 强大的动力使其最大公路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 越野速度为每小时40公里 利用气囊幅度时水上航速为每小时6公里 这样的速度完全能与K2主战坦克协同作战 可以说不论是KIFV步兵战车还是K21步兵战车 其综合性能都已经将隔壁的朝鲜远远甩在后面 而综合国力远强于朝鲜的韩国 自然已经置不在于与朝鲜相比 而是瞄准了国际军火市场 其K9自行火炮与K2主战坦克已经外销多个国家 韩国也将K21步兵战车作为创外汇的另一手段 大力向国外推销 然而其销量似乎并没有前几个好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将观点发表在评论区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